汽车市场的火爆 说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看好 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有关新西兰金融委员会 为退休金所提出的相关的解决方案 10月14号 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办了 为期一天的高水准的会议 借鉴国际经验 对国家和个人资助养老金 及新西兰学习商讨 双退休金储蓄的规模 金融服务委员会 未来的老年人 公布了一系列基于 退休收入新法案的选项 目的是使KVSAVER 更加公平也更加方便 可以负担也更具持续性 使得所有新西兰人 都可以以储蓄资金 变成另一份养老金 享受更加舒适的退休生活 但严峻的事实是 新西兰重视舒适的生活 而不是奢侈的生活 每位老人可以在老年 享受大约一周357牛币的养老金 现在的法案 要求25岁到40岁以上的人 将每年收入的10%进行储蓄 如果你想等到55岁才开始 你需要把你一半的工资 都存起来 才可以换一个舒适的晚年 所需要的养老金的水平 金融服务委员会的CEO 皮特说 人们很难攒下足够的钱 虽然大多数新西兰人都想节省 甚至节省的更多 另外的现实问题是 人们很难估计自己的寿命 特别是数年后 他们很可能在退休时 失去他们的储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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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